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HYS 2020年的 Form 5 Revision Quiz MC的第20條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題目是說什麼呢 它說現在是個Figure 中的Equations of the Straight Line L1和L2 分別就是AX加Y等於B 還有就是CX加Y等於D 等分別地 好了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are true? 我不管它四個選項 總之我先弄手腳 方便大家為何溝通 不如我叫L1這條線為綠色 為何好講一點 先給你一些顏色 L2我叫橙色 為何大家好講 而事實上現在它就給你一個Equation 你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其實我想調到它做斜折色 Slope Intercept Form 可以看到多些東西 即是Y等於MX加C 所以其實如果你給我做 首當其衝 我就會調它位 首先L1 我先在這裏 L1 其實就是AX加Y等於B 留個Y在左邊 單丁它在這裏 然後把AX調到那邊 減AX加B留在這裏 其實在這裏你立即不難發現 其實這個綠色線的Slope 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A 這個就是Slope 好了 等一會再說吧 繼續說下去 好了 再來 我戒開它 在旁邊繼續玩下去好嗎 如無意外 如果我戒開了之後 那我在旁邊 不如我拿一支綠色筆 我可以拿一支紅筆 這樣就清晰一點 好嗎 讓你深色一點好看一點 L2 L2它說的是這條橙色 就是CX 再加Y 就等於D 而事實上這條線 什麼都看不到的 你也要調到它做Y等於MX加C 就是Slope Intercept Form 即是CX調到這邊 減CX 好了 之後再加D 好了 你就看到一些東西了 現在不如逐一點看吧 因為這個我都說過Y等於MX加C 所以MX的M就是-A 這個就是Slope 而你會發現這條綠色線的Slope 其實就是冬炒 很像QRT勾上去冬炒 所以其實向著這邊炒上去 Slope是正數 即是說M是正數 即是這裡整個位置是一個正數 正Ve 而事實上 負A等於一個正數 即是負什麼得正 它的意思就是負負當然得正 所以我們在旁邊集齊全套 所以A應該就是負數 行不行 OK 我就估計到A是負數 好 至於看看這邊 這個也一樣 這條橙色線 它亦都是東炒的 向這邊炒 所以其實這個Slope Y等於MX加C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這個位置應該屬於正數 整個負C就是Slope 整個負C就是正數 所以它在問你一個問題 負什麼得正 當然是負負得正 我知道了 所以這個C也是一個負數 我先記錄在這裡 ABCD的正認負 全部記錄在右邊 OK 再看 這個BY是什麼呢 Y等於MX加C 這個就是Y Intercept 是不是 根據Y Intercept 就是在哪裏呢 即是L1 這條綠色線的Y Intercept 其實就是在這裡 即是這個高度 就是B B在X-axis的上面 是不是正數 B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你都不難估計到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正數 所以B是一個正Ve 欠D 就集齊全套 D在哪裏呢 D在這裡 是不是 D到底是正認負呢 怎樣看呢 一樣道理 這個Y等於MX加C 這個位置是C位 即是Indercept Y Intercept 就是那裏呢 沒有的 Mr. Wong 是不是 不要緊 亦都不怕 你只要 因為這幅圖不夠大 你只要延伸下去 你就不難發現 橙色線的Y Intercept 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 這裏 原來 所謂的 D 其實就是這個位 很明顯 D其實是在 X-axis的下方 看到嗎 所以這個D 很理論上 應該是負數 所以這個就是負數 我們就集齊全套 放在右邊 正式回答他的問題 是不是集齊全套才說 第一個問題 他問你什麼 A是不是小過0 A是負數 當然是小過0 所以第一個選擇 應該是對的 至於 第二個 A是不是小過C 很難說 因為A是負 C是負 誰知道嗎 我們 開個個case 研究一下 第二個選擇 我們在這裏玩 我們去比較一下 A和C 其實在說的 都是一些slope 看到嗎 在這裏形容的slope 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 綠色的線 沒有那麼斜 而橙色的線 是斜一點 理論上這個就沒有那麼正 這個slope 這個數就會正一點 是嗎 就是positiv一點 所以其實橙色的線 或者這樣說 即是綠色的線 的slope就是負A 負A 這個slope 綠色的線 的slope 負A 這個數值 應該就沒有那麼正 這個斜一點 所以slope就比較強 是嗎 所以其實 即是換言之 就會小 負C 負C的意思 就是這個slope 就是負C 是不是 而事實上 左右兩邊 乘負數 那麼 箭咀是需要 調轉的 OK 左右乘負數 是嗎 整個負1 其實箭咀 會調轉的 uniquity 教你 那時候不等息 所以 第二個option 當然是錯 他說A是小個C 實質上 A是大個C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至於 去到 第三個 情況 B是否大 D 看 vinus 都知道 B在上面 正數 D跌下去 是負數 是嗎 正數 當然是大個負數 所以 其實 很明顯 第三個 都是對的 OK 或者我 寫D 寫給你 這個B 是一個正數 而D 是一個負數 一個正數 當然是大個負數 合理 至於最後 去到第四個option 這個更合 正錯 再看真點 我們在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 A 是負數 來的 因為我們已經集齊了全套 是嗎 或者 很逼 不如我不要逼在這裡寫 好嗎 我先拆開它 好 我在下面做 好嗎 開多個 按 開多個位置 給它 在這裡 第四個option 我們在這裡做 好嗎 他在問你 A、D 是否大 B、C 我們一樣 A、B、C、D 正負 在這裡 A 其實就是 負數 而D 也是一個負數 看到嗎 B 是正數 C呢 是負數 所以其實兩個負數成賣 負負當然是得正 是不是 然後這個呢 正負 就得負 這邊是正數 這邊是負數 正數 當然是大個負數 當然是對的 當然是對的 所以其實 第四個option 也是對的 所以正確答案 就是134 134 就是正確答案是C 好了 好了 就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